区分美国住房类型小贴士 美国房地产分类众多,常让首次置产者物理看花,搞不清楚门道。 以下就是小瑞给您带来的小贴士。 1.独立屋 美国的独立屋就是独栋住宅,也就是中国大陆所谓别墅,就是既有房屋建筑又有完整土地产权的独栋房屋。 2.独立屋占美国住宅市场80%以上,是相当普遍的房地产。 美国一般独立屋为一层或两层建筑,门前有草坪,房后有庭院,多半配有两个车位的车库。 优点在于私密性好,空间大,缺点是维护费用高,但是不用交物业管理费。 2.连排别墅 又被称为Condo,是英文Condo的简称,就是一栋建筑分割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单位。 每个单位具有独立的产权,可独立买卖。 每一单位业主除拥有自住空间外,可共享公共空间及公用设施,但需缴纳一定物业管理费。 通常管理费用来支付整体集合住宅的维护费用,如园丁、公共区域清洁维护,以及水费垃圾费。 优点是价格比独立屋便宜,但没有独栋别墅私密性好。 3.公寓 公寓既可自住,又可作为收入住宅,出租增加投资获利。 通常4个单位以内的公寓属于住宅或收入住宅,但5个单位或5个单位以上的公寓,即归商业不动产。 无论贷款或税务,都要依照商业不动产的标准及作业程序。 在美国,大约30%的人口是住在公寓里,公寓是只出租,一般不单独出售,只能进行整体出售。 4.度假屋 Vocation Home 度假屋有各种形式的建筑,通常都是屋主请专业建筑师依自己的偏好特别设计及施工,包括山上的原木屋、森林里的大宅、湖边的公寓或海边的木屋等。 5.土地 Land 建造你想要的房屋可以是小草屋,也可以是大城堡。 种庄稼养动物也可以,根据具体当地法规。 缺点是购买土地需要更多的首付款,很少能贷款给购买土地的,并且需要自己去开通基础建设,比如开气、水、电、管道等等。 包括建筑物本身,也需要获得许可证才可以建造。